你觉得打得很惊悚 是因为自己准备上面十分充分吗 尤其是面对这么强的一个对手 准备肯定是要充分吧 因为自己这边也比较关键吧 然后我觉得对手可能也没有说 我感觉他的水平可能也不止这样 但是我可能这个比赛或者对别人 可能没那么的相对那么重要 可以说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我的重视比他的重视要更强烈一点吧 可以这么说就是我准备的会比对手更充分吧 所以说自己在气势上 先在逼比比较强大的对手还好 对因为他的打法相对来说比较随便 比较放得开 但是相对严谨性的话就失误会偏多 或者说不经意的出球或者这种说 但是自己的话还是做好自己吧 就是不打盈利球吧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 对于你们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教官就把他们排在第一阶段位置 正好碰到了他 其实这是一种 就是把自己最好的台先打出来 跟对方硬碰硬的招数吗 还是说是你自己主动的 就是你要打这个位置 就是硬碰硬 因为我们双打会比较相对来说会略识一点吧 所以自己的话 如果前面单打输掉的话 后面就很难再去拼回来了 所以教练就是意思就是说 把我包括高云鹏就包括往前放 而后面的单打再去拼 我们也不会去很差吧 其实通过你的稳定的大规 先让团队拿下一分 然后再去增强队友的事情也不信 对就是前面两分得先去拿住嘛 只有这个意思 你们那一组除了福建队之外 剩下的五个队其实现在都都有希望出现 你怎么看你们那一组现在的这个球 就是辽宁湖南吗 其实你们也还有 对就是我们已经就是靠三个大打 说句实话 我觉得就是靠双打的话也有机会 就是说机会比较小吧 所以我们在单打这块方面 实力其实在全国里面算还可以 但就是说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就是你该赢的也得赢 不该赢的也得赢 就是这种概念